堅如盆石,宅備有升,石破天驚 主持鄭雨石,曹家超 歡迎回到1月17日的石破天驚 現在過年前,香港也好,大陸也好 其實都是比較淡靜 如果你說環球國際政治來講 起碼現在好像轉出和平 首先你講到俄屋的邊境來講 俄方好像是撤軍 現在地緣政治就沒有那麼緊張 就算台海這一邊,現在我們講國際地緣政治的風險來講 好像現在不像去年那樣烏雲密布 就算你現在看到習近平最新的全軍動員令 竟然都沒有提這個台灣問題 只是說要錦釘西方的技術發展這些東西 都是相對於保守和持一個防守性的一個姿態 現在轉出,我們就把環球來講 把注意力集中在疫情上面 Omicron就是勢如破竹 全球的滲透力都非常之強勁 如果你說滲透力來講 那個傳播能力來講 比起Delta是高出兩倍 如果比起原有 就是最原生的病毒來講 嘩好像是超過四倍 現在很多人就開始質問一個問題 好像我們現在在英國這些地方來講 就不怕你的 我們其實是英國人血肉長城 不怕中的 但是相對於其他亞洲國家來講 亞洲國家都開始在動議 喂大哥 你Omicron已經變得 就算你不想跟它共存也好 它總會敲門找到你的 很厲害 事實上你們在英國的手上 約翰遜比較初期公開提 他是最早說 即是大國領袖 他最早自己出聲 就說這些事情 我們不如也不用這麼緊張 我們等有那種羊群的效應 有這個Earth的效應 大家一齊有 就自然免疫了 最初說的時候被人罵死了 不過現在都被人罵 你現在所說的大問題就是 喂 清零還是不是做得到呢 所以你看到最近央媒 中央媒體新麻網 就是在罵美國 又說美國批評 美國防疫不力 病例累計過6千萬宗 這個清零這個問題 本來在大陸是禁忌的 但是你官媒罵美國 不知道為什麼 它忘記了關門 給網民去評論 聽說鋪天蓋地 那些網民罵 你中共這個鐵碗清零 搞到民不療生 美國的大婦會不會在醫院門口 胎死腹中 喂 我們現在又買不到送 看醫生又看不到 買藥又買不到 鬼殺這麼吵 你看到世界各地都有 西方國家很多地方都有抗議 封城這些示威 大陸當然不准示威 但是你一給它機會 你發覺民間的不滿 真的不容低估 剛才教授你提到的 尤其是講到你會不會被大婦 在醫院門外令到胎死腹中 這個當然反映了 早前在西安封城 那種不滿的爆發 除了令到大婦生不了兒子 留產之外 它還提到 新華網到底是哪一個國家的媒體 你為什麼不關心一下 國內被隔離的人有沒有菜式 病人能不能夠及時就醫 美國百姓會不會被人困在家裡 吃不到飯 會不會因為生病買不到藥 就是講這些東西 當然就是對於西安封城 那種不滿的大爆發 而這種不滿是令到有份 下去指揮抗疫 這個孫春蘭 孫春蘭 孫春蘭其實就是代表習近平 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 又記得第一次 將武漢封城那種事 孫春蘭 和另一個姓孫的 孫力軍 現在就不同了 孫力軍在哪個街下籌 一起去武漢指揮抗疫 但是時勢也 就是孫力軍在哪個街上 孫春蘭 當年都被武漢的人民開槍 在那裡頭騷 全部都是謊言 都是在那裡頭騷 做騷擾的 而今時今日就不同了 今時今日 雖然他當時沒有道歉 但現在也有道歉 為醫院失救的人民道歉 就不像當年那麼威風 但也證明了 反映了一件事 當年一模一樣的大會戰 去豬滅武漢肺炎這種策略 大國戰役這種策略 現在今時今日面對Omicron 勢如破出無孔不入的一個病毒 還行不行 現在去到病毒 就不只是西安那麼簡單 西安叫做所謂動態清零 或者叫社會免清零 這個叫斬腳趾鼻沙蟲 將那些什麼病毒、老鼠垃圾全部掃到地毯底 其實是這樣的意思 什麼叫社會免清零 現在你看到一個國家的衛生健康委 負責疫情處置工作的領導小組 下屬的專家組 就好像香港的梁卓偉那些 有一個叫梁萬年都出來說的 他又說清零就不是說是靈感染 這個真的做不到的了 全世界哪裏可以做到靈感染呢 他就跟他稍稍修訂一下 叫做動態清零 動態清零的意思就是 一有本土病例 我們就快速地去撲滅疫情 不過問題就是 你的確確地方官有很大的壓力去撲滅疫情 比如剛才曹總理說 西安不是有一個例子 現在去到天津 天津就在北京隔離而已 坐火車幾個字 半個小時多一點 一個小時後就去到了 天津的負責人李鴻忠 作為直轄市的黨委書記 亦都是政治局委員 立刻亦都是在12號下午 就說全城緊急放假 即是像香港的 學生大家先放假了 提早放年假 1400萬居民要全員核酸檢測 這些問題就是放假 核酸檢測大家都接受的 沒什麼所謂 不過就去到剛才大家 我們講西安的問題 買菜、看病、買藥 很多生活的問題 有沒有得好好地安排 好好地解決呢 這個就是大家要求政府要做的 每個人都說我們動態清零 一有問題我們立刻封鎖 待會上頭責怪下來 然後開二十大 我們連官都沒得做 特別好像李鴻忠這些 有沒有得更上一層樓呢 政治局有沒有升政治局常 因為就此要退休呢 而且更加重要大家都知道 天津在北京隔離 2月4號就開東奧 那又怎樣呢 然後15號 慘慘了 15號北京都有第一宗本土病例了 北京是不是又封城呢 這樣就不是北京市委書記 可以說 大概你都要問問習近平 那現在習近平呢 其實當然了 如果你看回黨媒的動向來講 其實就鋪天蓋地 就是比較關注 其實最重要是什麼呢 其實說到最重要都是二十大 你看起碼 你現在人民日報的頭版 就是昨天而已 還有你說什麼解放軍報 光明日報 法制日報 那些說到明 就是說其實現在最重要就是政治工作 因為習近平最近對這個政法工作 作出了重要指示 要堅持這個黨對政法的工作的絕對領導 最重要就是這句說話 迎接二十大的勝利召開 那所謂勝利召開 怎樣為之勝利呢 就是他 不是他連任就是勝利 他不連任就不是勝利 那他講 這個當然啦 他話了事 他連任 人事安排 他話了事 他安排妥當 這樣就勝利了 那就是 大家緊張的都兩大伴 就是喂 冬季奧運 是不是能夠順利舉行啊 是不是萬邦來朝啊 很多猛人來捧場啊 做得好好看看啊 那這個都是國際觀瞻所在啊 其次當然 老百姓要吃飯 那簡單問一下 那經濟怎樣啊 剛剛大家都知道了 那經濟數據 就是幾個小時前而已 幾個小時前就是 出了來 最初就似乎 就是基本上第一次看 那你當然很威了 啊 啊 啊 去年經濟成長8.1 前年就6了啊 就是在這個疫情底下 有8.1%的 8.1%的經濟成長率 當然很威了 但是你按季看就慘慘了 按季看由第一季的 18.3 去到第二季的 7.9 去到第三季的 4.9 去到第四季 就是上一季啊 去到4.0 那大家都知道了 為什麼第一、二季這麼高呢 就是前年 因為剛剛疫情大爆發 基數很低啊 比如說 2020年的第一季 是跌了6.8 跌了6.8 你當然容易翻身 所以你18.3 那你現在一直跌跌跌 跌到第四季4.0 那今年2022年 怎麼迎接二十大勝利召開呢 就真的很頭痛啊 是的 首先見到呢 他最厲害的東西 當然是出口啦 習近平常說的所謂 叫雙循環 國外國內雙循環 就首當 其實他最重視的東西 就是內循環 但是其實你看到去年的數據來講呢 最厲害的不是內循環 最厲害的就是外循環 因為呢 其實去年都還是 全世界對中國的抗疫物資 都還是很依賴 所以你看回它那個今年 就是去年 去年的出口 進出口的規模 是達到超過了6萬億美元 這個是頗歷史紀錄的 而它單單是去年 那個順差來計 其實是去到4.37萬億的 所以如果你說只是看出口數字 去反駁西方的所謂呢 就有些人說 將那個生產鏈移走啊 抽走啊 或者是減低對中國的依賴啊 你越說你就越依賴 所以這個對於中國來講呢 尤其是內宣呢 當然是另一種勝利啦 但是如果你說 如果你說 將那個目光 就投射回到那個內循環那裡 哇 那個就差天共地啊 差得很離譜啊 如果你看回國統局的數據 去年的固定投資的數額 是去到54.4萬億人民幣 那只是比啊 之前那一年呢 是增長了4.9%而已 是啊 4.9%而已 而兩年的平均增長 拉雲兩年來計呢 是3.9%而已 而如果你看回啊 就是那個投資 拆勢去看的話呢 基礎傑斯 是投資增長是0.4% 就是以往啊 就是如果你好像BBC去比較啊 會不會好像2008年 金融海嘯這樣 去投資4萬億那個所謂鐵公雞啊 鐵公雞啊 就是鐵公雞可以解決很多事情啊 就是你搞這個鐵路 基建工程 是啦 就自然就可以谷到GDP 鐵工資嘛 鐵路 工程 GDP 就自然就可以谷到GDP了嘛 那現在行不行呢 那你只是看 其實說真的 誰有條件去投資這個基建工程 只是政府而已嘛 現在連政府都不投資基建工程 那好了 接著我們看製造業的投資 這個就很自然就看外來 就是外資怎麼可以投資製造業 只是增長13.5%而已 而房地產呢 就零射弱 其實我們主要看兩個私人投資領域 第一就是看製造業 第二就是房地產 房地產的投資增長只不過是4.4% 那是弱得很離譜啊 其實是 那當然啦 為什麼那個內循環的投資會這麼差呢 就是說房地產其實是會嚴重地影響到國內的內需投資的 其實是 因為你有很大的財富效應 我們看回香港的經驗來講 我們都知道啦 如果那個樓市是轉弱 甚至乎呢 樓價是減的時候呢 你有負資產了 你就不敢消費了嘛 你的負財富效應 但是如果你說全世界 就是全國啊 對房地產都很有信心 恩恩向榮的話 自然就會把自己的樓 去抵押給這個銀行啊 是吧 二案 三案 四案 這樣就自然那個消費就很厲害了 那同時間也是高了這個房屋相關的投資 比如裝修啊 就是簽約啊 律師塊啊 加斯啊 加電啊 就是你國內專家自己都承認的 有些呢 甚至估計到呢 房地產的這個投資消費鏈呢 可能佔到國內的生產總值四成 這個數字可能高估了啦 它四成的意思 上游你推向那些水泥鋼鐵玻璃啊 那些一大堆的基礎工業啦 要水泥鋼筋 下游 剛才曹總理講啦 買了一間屋要裝修的嘛 要家具啊 要家電啊 要買個冷氣機啊 很多錢用的嘛 那你現在 房地產搞成這樣 加上 長遠來說呢 人口又減少啦 就是 生小孩都生小一點啦 嬰兒小一點啦 那大家都知道啦 在中產家庭或者普通家庭 生個小孩也是消費 很重要的項目來的 好似我們這些老人家 真的沒有什麼消費 但是你多了個BB呢 就有很多消費 那所以 曹總理講 哇 房地產 不行 加上你又很多 那些培訓工業 教育工業 高科技工業 你又處處打擊 房地產不行 大家所講的 預期的經濟又不好 即是經濟預期不好 那大家儲回一些錢 啊 袋在袋好過了 人口增長放緩 所以都會影響到 投資和消費 所以你看到他們專家都承認 他們都說 需求的收縮 供應的衝擊 預期的轉弱 啊 這個前景很難看好的 尤其是你 雖然你看到政府 尤其是習近平 去年太過紅心萬象了 你一方面 你就是要去谷告那個內需 內循環 但是同時間 你去年那種監管 那種暴力監管 由七月以來的那種暴力監管 就是你對那個教培行業 整個行業都租滅了 還有就是你對房地產那個規管 還有是電商你有規管 電商其實很明顯那個是 其實你去年呢 近年來呢 中央都在那裡說 你怎樣谷告那個內需呢 我們就搞這個供應質改革 供應質改革 其實你就是facility 是便利化那個供應鏈 然後就鼓勵別人去消費 本身電商呢 就一樣呢 本身就是減低了很多交易成本 一種鼓吹內需的一種工具 但是你去規管他們 又說要打擊壟斷 那就自然就是會有影響 很大影響 那所以你不難怪的 就是你一方面你就說 谷告內需 但是另一方面 你又是做了很多打擊內需的行為 那本身就是你只是教培行業 那個影響已經極大了 尤其是對年輕人的就業來說 就是那個是最不公平的 你想一下 你說年輕人 就是你說剛剛畢業生 你說沒有工作 沒有工作 很多人其實都去做一下補習 這樣去幫補加計 那起碼你都可以叫做流動就業的一環 但是你沒有了這個就業的過渡期 你會看到 我們承認有些是大為因素 譬如說疫情 大家現在整體全世界的消費都意欲不算高 供應鏈也都受到影響 香港人都知道 現在你租過貨櫃 租過貨櫃都貴很多 很多地方的超級市場的貨都來慢了 於是價錢又貴了 這些大家都知道是外圍大盆的因素 但是天作業又可活 有些是你自己搞的 現在你房地產搞成這樣 那些教育培訓 那些你又這樣打擊別人 高科技你又嚇到馬雲 馬化騰那些都不敢有什麼大動作 這些是你自己搞出來的 那怎樣去刺激內需呢 好了 你現在比較得人怕的是 要走回自給自足這條路 我想大家去大學讀過 經濟系第二年級課程 通常是教經濟發展那些 都會知道自給自足就不是很行的 大家立刻就會比較一下 地磁世界大戰後 很多國家就要自給自足 不要說要入口 要自力更生 好像印度甚至中國 這些都是重要的例子 機器、汽車自己做 但是法國就不是很行的 日本五十年代 亞洲四小龍六七十年代 以出口為主導 充分利用自己的比較優勢 經濟成績是好的 現在中國又說 因為要和美國鬥發 亦都害怕受到西方國家的制裁 在供應鏈那裏對付它 於是又說要自給自足 甚至糧食都說自給自足 以前中國也批判過 小而全 什麽都自己搞定 是經濟上效率很低的 即是你什麽都自己做 不利用自己的比較優勢 現在又回回頭 又說糧食都要自給自足 事實上是否做得到呢 這個其實就是 早兩天前 現在是報造的專題 他就說 引述這個法改委 和監管農業的部門 就將這個經濟相關的機構 最近就將安全列為 2022年的一項優先的事項 就說這些部門 就承諾將確保 糧食、能源、原材料 各方面的供應 就安排好涉及工業零件 和大宗商品的生產和分配過程 所以我們經常聽 習近平經常都說的 東南西北中的黨領導一切 現在不靜止領導一切 似乎現在黨要生產一切 但是你生產一切 就好像剛才教授你這樣說 有些事情未必是你厲害的 你又強行來生產 你又安全 即是那種安全 其實是基於什麽原因 如果你說純粹是打仗因素來講 其實去年年底 前年的年尾 去年的年頭 都醞釀了一段恐慌 即是中國內部 開始鼓勵人們去團糧 人們問是否打仗 你究竟想怎樣做呢 你越是說這件事的時候 那些人說你的好事 就未必相信你 但是壞事一定會相信你 是吧 就是起碼大家自保 是吧 那你現在呢 他講到明 就是要處理國內自給自粗 這些是什麽 但是問題就是 《Wall Street Journal》它都說 其實都不是很成功 你看回去年 那個情況來講 如果你就算你說糧 因為它引述回 習近平在12月底的時候說過 中國人的飯碗 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 我們的飯碗 應該主要就是裝中國糧 但是行不行呢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其實你在這個 中美貿易戰的時候 其實你在這兩年裏 就算你要找數 買回美國的產品來講 主要就是依賴美國的農產品 大豆 大豆不能夠自給自足 這個一向我們都知道 是中國最弱的一環來的 所以他現在都說 是不是在東北 要去開增一些農地 要種一些豆 那個耕種面積 要增加一千萬畝 是啊 大豆產量沒有增加百分之十九 是的 於是那些人就笑 去哪裡無端端去找多一千萬畝地 那你於是可能中央落命令 要種多些大豆 那會不會種少了粟米呢 種少了玉米呢 中央分析要種多些大豆 那就種多些大豆 但是那一千萬畝地 在哪裡來呢 可能減少一些粟米 對呀 所以你就這樣說 糧食 要自給自足 不是隨便的口號 你因為中國人多 地少 要糧食自給自足 是難的 再加上 現在大家都知道 中國這麼多農民 在這種小農經濟下 種糧食就賺不到錢的 那為什麼那些人不種大豆 不種多些米 不種多些小麥呢 就是找不到吃 那如果你留在農村 還想找到少少錢的 都是種種菜 那些比較容易 你不是隨便說 要自給自足 但是以前呢 十幾年前開始 已經要打這個長期的計劃 怎樣呢 在糧食供應方面 比較能夠穩妥處理呢 曾經大家都知道 就盡量去買地的 買地的目標 主要就是俄羅斯 和非洲 希望在非洲 在俄羅斯 買些地自己去種 那塊地是自己的 自己在那裡開農場 自己種 運回去中國 就希望有些保證 都做了少少的 但是也很容易引起 當地人的反對 引起當地人的民族主義的情緒 例如哈薩克斯坦 這些地方呢 都出現問題 就是當地人覺得 嘩嘩嘩 我們的地賣了給中國 中國霸了我們的地 不行 所以都不容易 處理這些問題 再加上呢 中國富然人多 而且呢 那個生活水平 慢慢上漲 很多事情都要求 比如說牛奶 那你就知道 乳類的產品 就很明顯了 新西蘭最近這十多年發財 就是因為 中國和印度 需要大量的牛奶產品 哇 它養牛 非常之發財 那就是 人有錢了 可能呢 要吃多些牛肉 喝多些牛奶 那自然就是要 依靠國際貿易 那難道你又叫中國 又去養牛 哪裏找這麼多地呢 就是你不能夠 突然間 啊 領導人 覺得 國際形勢逆轉 我們要糧食自給自足 就立即可以做得到 就算你想做 都需要 起碼一二十年的規劃 剛才我們說 去外國買地 不是不做的 做了十幾年的 但是那個 效果呢 不算好 不是那麼容易做 再加上 比如說農業 國內都有大大的問題 就是你很多時候 現在的農村 大部分的青藏勞動力 就去了城市 留在農村那些 都是老藥殘丁 很多時候 阿爺阿馬那些 才留在那裏 根本就沒有力耕種 但是他又不想 賣了農村的地 農村有窄基地 農村有 他分了地去耕 那你又 國家又不熟賣 又不讓他交易 他於是就留回來 用來養老好 作為社會保險 這樣 不行就回鄉 所以你這類的農地 是大量地 其實都很浪費 因為 沒有勞動力去耕 就耕 剛才說 如果你真的去種 種米 種小麥 又賺不到多少錢 很多時候都算數了 所以這個又是很浪費的 你怎麼將這些耕地 集中起來 大規模耕種呢 中國的經濟專家 農業專家都說了很久了 說了大約十幾二十年 怎麼將這些耕地 集中在農業好手那裏 大規模耕種呢 事實上大家去中國看看 大規模的農場 真是很少很少見到的 講來講去 就是習近平只是一個思維 就是 什麼都叫靠自己 什麼都要想定它 這個呢 我們不是新的東西 以前都經常提到的 中美貿易戰的時候 打了多少年啊 中美貿易戰打了2018年開始打 打到今年 已經是2022年了 接近三年至四年了 糧食靠自己 那時候已經提起過了 有一年去東北 2018年底的時候 去東北去提的 三個靠自己 有農食靠自己 去到現在 為什麼你還在說靠自己啊 你那個進度是如何 如果當年說的話 到現在都沒有進展的時候 為什麼你將來會有進展呢 你究竟你現在那個 那個瓶頸位在哪裡呢 為什麼你會做不到啊 你什麼都靠自己 但是通通你都靠不到自己啊 糧食靠自己 核心經濟靠自己 還有這個 核心重要技術靠自己 三樣東西都不行啊 問題是 而你最無恥的東西 就是你三樣東西都做不行 你每天都當新鮮的東西來講 還要塵球連任 這個就真的非常之 令人非常之無助 就是我覺得你作為中國人 就是最無助就是這樣 就是實益嘛 你天天在那裡炒爛飯 天天都炒不行 是不是呢 這些東西呢 就是你核折騰 你做不行的 然後不斷在那裡炒爛飯 在那裡核折騰 你原本你應該放的 就是投資的這些這樣的本錢 你是不是應該放回市場解決呢 西安經驗告訴我們 本身應該是市場解決的東西 你不解決 然後呢 你政府又給不了下去 所以為什麼你看到那個記者的 叫江雪 長安十日 那些東西 就是令到我們反思 就是為什麼你國家做不行的東西 不讓這個市場去做 自己哪裡需要 就自己去搞 好啊 我們有電箱嘛 是不是 這個就是人為的 但是問題還有一樣東西最重要的 就是人為之外還有天災 就是這個Omicron Omicron現在殺到北京了 是不是 已經是去到不同的地方 已經是去到遍地開花了 不是啊 剛才說北京已經第一例了 十五號 是啊 最慘的就是不但殺到埋身 而且你不讓人討論嘛 你覺得 應不應該清零 清零是不是合理 什麼的清零呢 動態的清零是怎樣的呢 你不准人討論 誰說 比較上都不能夠清零的了 要和這個疫情共存 哇 你講這些東西的專家 被人搏的 被人封殺的 被人迫害的 就是你連一個非政治性的議題 大家很關心的 醫療衛生的議題 都不被人討論 啊 領導層說了要清零就要清零 誰說不用清零的 不需要清零的 就要搏濕他 哇 哪裡有這樣的啊 於是大家就 於是做官的就害怕了 就是地方首長 一有呢 就有你沒有你 立即封了他先 立即全力封散 不准呢 那些疫情擴散啊 希望盡量將病例 是縮小啊 不然官都不能做 在這樣的環境下 做官的就沒有去想 喂 你如果封城 老百姓的基本生活啊 買菜啊 看病啊 買藥啊 上班啊 怎麼處理啊 這些不用想著先了 大佬 哎 首先呢 總之呢 就是全城封了他先 這種心態呢 就剛剛跟你現在 整天宣傳民主的那種情況 真是挺吻合的 這個是全城民主 全城都不用理老百姓怎麼想的 全城都不用理老百姓的基本利益的 全城都是做官想著做官的利益就夠了 就是你現在清零 現在其實是全世界都在問這個問題 你現在你中國搞不定 如果你說你搞不定的時候 你只是一招而已 你就是封城啦 然後就在那裡全面檢測啦 而你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解決不了問題之餘 這個就是反而令到國內 譬如你好像上個禮拜 其實爆了一件事都挺可怕的 就是有檢測機構 就被人質疑 你是不是在那裡播毒 這個很嚴重 今天他做檢測的嘛 這些測試劑 中南山也有份 是啊 中南山也有份的 你解決不了問題之餘 反而令到這些供應商 他們去尋租 這個就是折騰 你解決不了問題之餘 還有白折騰 彭博就警告了 就看你現在 Omicron 這個考卷 中央經常說 給你考卷 特首 將來要去連任 是不是能夠答得到 夏寶龍的考卷 現在看中央能不能夠答得到 這個Omicron的考卷 他就說 如果你是堅持這個清零的防疫政策的話 你真的像西安那樣搞的話 你究竟對那個供應鏈 會有多大的擾亂 你起碼看西安來說 兩間晶片商 一個是美光 一個是三星 已經被你嚴重阻斷了 那個生產進程 就是 你再這樣搞 而你看到Omicron 就是你今次那個 你是不是最後的一次變種 你當你Omicron是全世界 甚至乎這個世衛都警告 歐洲有可能有一半人感染 這麼多人去感染的時候 你難保不會再有多輪的變種 你越多人感染 就越容易有變種 越是長期化 越是難以 短短幾年間可以解決得到 你長期這樣去搞的時候 大家的預期 你都搞不定 你經常說 就算你說去年那個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你都說的 工需兩側都不行的 工需兩側都面臨壓力 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那個預期 你都找不到 現在就跟你講預期了 我預期你是會全面封城 無差別封城的 我怎樣投資下去 再給你訂單去做事 是不是 你現在 剛才曹總你說西安 現在已經去到天津了 天津已經放假了 全城去檢測了 河南安陽這些地方 河南廣東又出現疫情 整個電子行業的供應和服飾 很多工廠也有些停產 因為有時候零件供應不上 拉鏈好 有個樓之類 大家都開始問這個問題 就是曹總理 你剛才說的 供應鏈怎樣解決 如果你每次都封城 個個都因為中央落嚴令 要動態清明 一有個案 本地病例就要封城 你又封他又封 我們都不要說國際供應鏈 說全國的供應鏈 那怎樣處理呢 我們又不聽見中央有什麼指示 於是你會看到一方面 經濟受到影響 另一方面 老百姓鬼殺這麼吵 老百姓就會說 我買菜看病 買藥都不行 你又說封城 所以你剛才說 新華網一放開 那些人就立刻上網破口大鬧了 這些都不是 這些是普通民生的問題 你又在這裏笑美國 笑美國就行 搖一下美國就行 那你本地情況怎樣解決呢 有什麼好笑呢 你經常說東升西降 現在看回問題 就是看趨勢 我只是看趨勢 你現在跟你爭訂單的 潛在的競爭者 你就是看越南 越南現在開始調整它的政策 它就說 它現在由本身清零 變成與病毒共存 這個很大的轉向 它就說現在 衛生部 它剛剛表示 它將會停止 單日的新增確診 來評估現在的疫情 而是參考住院和死亡人數 就是說 你說自己搞得定的確診 其實就不管了 其實像英國 英國也是這樣的 英國也減低那些 測試 如果你說那些 如果你自己搞得定 它就當看不到 其實它都是由得你去搞 那你又是不是說 日日很準確地反映那個確診 現在如果你看那個環球 確診數據來講 英國是跌得很厲害的 是跌到六七萬 但是這個其實是 那個計算方法不同了 其實它也都是放棄了 再去大規模去做檢測 所以 如果你 輕症是佔多數的 那你就與病毒共存 甚至於越南都這樣做 越南都這樣做 你身邊其他國家 你周邊的國家都這樣做的時候 你就在那裡清零 那你就顯得很愚蠢 是不是 而你自己 你不要說 就是影響你自己的工作 就是那些生產的工作 還有你基本的民生都保不了 說了幾年 經濟六保 經濟六穩 你現在越保越不穩 現在越保越保不了 是不是 即是核折憤 又不肯承認錯誤 習近平呢 就將自己那種自尊 無限上綱 就將這件事擺成自己的 即是那個面子很重要 他之前《華爾街日報》就報道過 人家好像張文雲那些 即上海專家張文雲 是不是應該拋開動態清零 是不是應該用病毒並存 他說據文那時候說很生氣 他說這些官員 知想鬆懈麻痺 即攻殺 政治上上綱上線去罵人家 是啊 那你這樣搞 既然你這樣 那就大家都在那裡躺平 是吧 你話了事 是吧 chairman of everything 是吧 你這麼厲害 又得你搞了 是吧 那你最後就是整個國家 就被你一人的決策 就耽誤了 是吧 這個才是中國之悲哀 你無緣無故 現在突然間又說 連大豆都要盡量自給自足 糧食都要自給自足 那你究竟有沒有全盤考慮過 怎樣才可以自給自足呢 那就是 是不是 什麼都要自給自足 是不是日後 連牛奶都要自給自足呢 那你這些有沒有 問一下專家 有沒有給社會上可以討論 你現在最慘就是這樣 你這些完全是 沒有什麼政治性的問題 和共產黨領導沒有什麼關係的問題 你都不被人討論 病毒是否清明 糧食是否要自給自足 哇 你都一句 領導人一句說話 決定了 那怎樣捱下去呢 那你事實上 你剛剛 剛剛說幾個小時前公佈的經濟數字 都不太樂觀的 那你 由第一季度的增長 18.3 哇 到第四季度 只剩4 那今年 能否維持到6 不要說多 能否維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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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接這個二十大勝利召開 都是 不是一定得穩陣的 嗯 是啊 那好啦 那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下個禮拜回來再見 黃教授 OK 拜拜